甲状病人能否怀孕 张明 坎科 主任医师 甲状病人是可以怀孕的 如果他的甲状腺节节 甲状腺功能是正常的 他的TSH和甲状腺抗体 基本上是在安全范围内是可以怀孕的 我们希望的是和对分泌科医生 或者甲状腺医生一起治疗的以后 用一些相关的药物控制住以后 就可以怀孕 我们主要的是要监测他的甲工 和监测B超的情况 来了解甲状腺的情况 那么我们在孕期呢 他用的一些塔巴座之类的药物也是安全的 但是这些所有的药物 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合理的应用 专家提示 一 甲状腺节节 甲状腺功能正常 TFH和甲状腺抗体 在安全范围内是可以怀孕的 二 用相关药物控制住后 就可以怀孕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